花26万在万米高空洗个澡 是什么样的体验 空中观底 两室一厅 顶级鱼子酱随便吃 饱个粒香水随便用 明年酒吧 私人影院 豪华大床 应有尽有 哈喽啊 各位宝子们 你做过头等舱吗 你做过顶级奢华的头等舱吗 今天各位可来着来 无需99999998 不要79的没笔 一键三连 即可乘坐 世界三大顶级豪华的头等舱 排名不分先后 先到先得 第一位 新加坡航空A380豪华套房 作为2018全球最佳航空公司 这嘎吵的头等舱 可以说是世界一流 2008年就推出了套房式飞机座位 上下双层六个套房 起步价一万美金 从新加坡富有美国纽约的双城票价 约为一万八千四百美刀 虽然价格不是最贵地 但体验绝对非比寻常 检票登机上二楼 为了让顾客有个五星级体验 空姐会十分细心地记住每个人的名字 热情问候 帮拿行李温柔带路 眼前这个独立的套房 就是你接下来九个小时的house 一屁股做好 不需动手 服务人员立马到位 倒上香槟 这瓶酒产自2008年 价值250美刀 特特尔起飞 系上安全带 一边看安全视频 一边喝着香槟 但飞机逐步平稳后 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你可以拿着酒单点酒 惬意地欣赏天空 也可以一键按下窗帘 坐着真皮旋转 按摩座椅享受一波 还可以一键启动小电视 各种好莱坞电影随便看 降噪耳机 迷你吧台 化妆镜 衣柜 应有尽有 午餐时间到 第一道开胃菜 沙爹鸡 鲜美嫩滑 口感丰富 塞塞牙缝 上鱼子酱 搭配蛋清 奶油 大蒜面包 贝利米酒 再来上一块奶酪 主菜是牛脸夹肉 搭配松软的面包丸子 和西兰花等蔬菜 最后整份甜点 吃完收工 穿上酒店陪飞机准备的拖行 来到空中浴室 针皮马桶盖 梳妆台 大盘护肤品 应有尽有 呀 看笔五星级酒店 洗漱完毕 空间也贴心铺好了床铺 如果你和同伴一起出行 借着预定EA和2A 或者EF和2F 中间隔板一拆 就是个带双人大床房的仪式 一厅两位 空间大到可以做科目三 一觉睡醒 清神气爽 又到了吃饭时间 这次是一份泰国粥 看上去很一般 吃起来很惊艳 吃饱喝足 换衣服下车 第二弹 阿联酋航空波音777客机 土豪金头等舱 对 没错 就是那个 让空姐站上828米 世界最高塔的那一位 作为奢侈的代名词 阿联酋航空 可以说是航空界的翘楚 实力解释了 什么叫有钱 就能为所欲为 整架飞机 上下两层 共有六个豪华小套房 每个都是封闭式的酒店房间 人称天空中的酒店 头顶天花灯 脚下星空地 门式落地式滑洞门 座椅与奔驰合作开发 皮革舒适 还搭配了NASA的零重力技术 全方位打造 极致做成体验 消除你手 背 肩部的压力 一边做SPA的同时 一边观看32英寸 4K高清液晶电视 这里还配备了2500个频道 和无线遥控 不用担心没抬看 当然 如果嫌这个大 你也可以看旁边这个平板电脑 它可以控制套房内的所有元素 温度随心控 光照随心变 其配备的耳机也是顶呱呱 据说是专门开发的自动降噪耳机 硬件齐卷 软件也不差 零食篮 水果糖 应有尽有 正餐有顶级厨师精心烹制 和高级米其林餐厅一毛一样 就连餐具都是英国名牌道餐和古词盘子 长达17页的菜单任意挑选 想吃啥都有 啊 鱼子酱怕不是这里最便宜的了吧 如果感觉无聊 你可以整个空中淋浴 宝格丽洗漱包随便使 里面有洗漱用品 护肤品 还有香水 也可以到空中酒花消磨时间 好家伙 这金灿灿的装潢 感觉空气中到处弥漫着money的香气 咋样 你心动了吗 起步价 21635美道 好家伙 一张机票的价格 够我做一辈子地铁了 到底是谁把我的富贵人生过了 你以为这就是最奢华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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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位可是重头戏 阿提哈德航空 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家航空公司 总部设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和那几位土豪哥相比 这位大哥在奢华方面简直好到飞起 车接车送 水凉雪茄全免费 数字之外休息室还有酒吧游戏房 健身房美甲 起飞前20分钟 地面工作人员特特将你送上飞机 与空中管家交接工作 整个飞行途中乘客都是由私人管家服务 整个套间由起居室卧室私人浴室三个空间组成 号称空中关底两室一厅 整架飞机尤其仅有一席 手工羊毛地毯32英寸显示屏 沙发采用的是波托纳夫老皮和法拉利跑车座椅一样的材质 再偷偷卧室这张两米的双人床 别看人家长得一般般 床垫和四件套均来自于意大利奢侈品牌 睡衣是阿拉伯长袍风格 洗漱套装是帕尔玛之水 吃饭时间到 每一位乘客都有自己的专属菜单 第一页就是自己的名字 里面除了一些常规菜 还有私人主厨 根据客人国籍和喜好定制的专属菜品 想吃多少都行 前菜默认鱼子酱 上一次菜就换一遍餐具 一顿饭吃下来 五六十套餐具都算是少的 想不到任何气势磅礴的词来形容它的豪 想要乘坐还需提前预约 不知道卖几根人没笔能拿下 你最配哪一家